我们教会是怎么把福音 把爱传出去 怎么教会到现在时候 说我们好多面对一些挑战的新的复传 其实教会的使命从耶稣交给教会 建立这个教会的目的就是为伏传 教会的一个存在就是要伏传 那怎么把这个天主的爱传扬出去 所以这次教宗他也讲过 说一个不管你做主教 不管你做神父 不管是你做红语主教 甚至做教宗 如果没有 你在行路当时没有十字架 你在宣讲的时候没有十字架 没有宣扬十字架 所以这个宣讲没有太大的意义 就是你做了教宗 即使你要做主教 即使你做了神父 如果你把耶稣基督拿走 把十字架拿走 这个宣扬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我们做这个教会呢 所以传福音呢 是我们每个教 每个基督徒的一个责任和使命 当然叫教会更离不开这个 所以我们看到教会在现代 再加上现代化的传媒 它有很好的宣传效果 像包括这是网络 包括是TV 包括电视媒体 对吧 所以更加的把教会的这种传扬出去 把基督的爱传扬出去 是 是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